新西的时候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达成了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就这一事件在新西亚的时候中国的商务部有所表态 他们表示希望TPP与本地区其他的自由贸易的安排能够相互的促进 在欧洲方面我们关注一下德国最新公布了8月份的制造者的订单数额 意外的出现了环比1.8%的下滑 而且对于7月份的数据也有下调 在英国方面则是公布了9月份的一个全国的房价的指数 这个指数也是出现了下降 降幅是环比0.9%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 我们关注的就是8月份的对外贸易的数据 可以看到这个逆差再次加大达到了483亿美元 一方面是因为进口了大量的iPhone造成了进口额的增加 另一方面就是由于来自于海外的需求出现了放缓 同时由于强势美元的打击造成了出口又出现了下降 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而美元在这一些数据之后是呈现走软的 欧元对于美元的比价现在上升到了1.1218 英镑对于美元的比价上升到了1.5193 美元对于日元的比价则是上扬到了120.48 今天绘制关注的焦点是新西兰元对于美元的比价 现在上升到0.6499 这样一个比价保持在支撑线0.6445之上进一步的出现上扬 未来可能会达到下两个目标0.653和0.656 当然如果这个比价出现下跌 并且跌破0.6445的话 就可能会看到整个的比价滑落到0.641和0.638 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在近期呢还是出现上升的 那黄金的价格现在上涨到了美元1146.40美元 金价呢已经保持在20小时和50小时的均线之上 而新的支撑线呢是稳固在美元1130美元的附近 那未来呢可能下滑的可能性呢也并不是很大 如果呢金价能够维持在收到的这样一个支撑线之上的话 可能会已经达到了首个目标 美元1142.30美元之后呢 冲向下一个目标美元1148.50美元 当然如果金价呢再次出现下滑并且跌破美元1130美元的话 就有可能会滑落到美元1122.50美元 甚至美元1112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美元15.86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欢迎继续锁定最新来自于汇市和贵重金属市场的最新交易状况